今天我说说缅甸的事啊 缅美的事啊 首先很多人啊 他是说是被骗过去的 但是他就是自愿过去的 他愿意铁而走险违法 去组织这个犯罪集团去这个骗钱啊 然后又把自己同胞骗过去的 最恶心的事 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事啊 专门整自己骗过去的 结果骗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个三不管地带啊 什么地方那个军政的地方武装啥的啊 就是保护他们 然后那个赚钱 据传说 其实已经不是传说了 都已经落实了 网上都有很多视频 就是人间地狱 有很多人蒙个脸 他都已经说经历这个那里了 知道吗 经历非常惨痛 知道吗 我就不想说了 自己上网查去 甚至把一个人消灭了 什么叫消灭 就是用粉水机都给 都给身体都给 变成那个肉末喂狗 这还是痛快人的 有的生不如死 听懂吗 然后最近好消消 咱们国家重视起来 然后先跟缅甸打一声招呼 如果缅甸政府和地方 这个军队不能管的话 警察什么的 那咱们我建议啊 直接开过去一个强大的 一个现代化合成旅 就把整个缅北 直接那些武装全灭掉 就直接把咱人救回来 听懂吗 就是有的时候做事 为啥不硬气呢 是美国强大 一堆核弹疼 你说一打起来 世界毁灭也行 一个小破缅甸怕的啥呀 如果是我 还是如果 我就假如 咱们就想象一下方法 缅甸政府 你三天能不能摆平的事 给你72时 三天能摆平吗 摆平不了啊 我们就出手了 首先舆论轰炸 听明白吗 实在不行 光光光光光 中子弹给它灭掉 但有人说 那自己人不死了吗 我现在问一下 所有的人啊 咱们想象一下啊 在缅甸里 所有被骗过去的 就是生不如死 活的都不如畜生的那些人啊 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可能不一定能回来 但是你可以 跟那些欺凌你的人啊 就是侮辱你的人 同归于尽 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大家替我回答 如果有谁欺负你 把你不当人 又又弯你 咬着给整你眼睛 又这个哪里 反正天天哪里不当人 看给你关进什么牢笼里 你不想整死他 你不想报仇 现在就有个机会 让他跟你同归于尽 愿意对吧 好 然后你们也为你们 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 对 很多人都是犯罪分子啊 有很多人是不值得同行的 听懂吗 所以说啊 光光光一顿宗子弹 什么是什么瓦帮武装 全给他干死的 解决问题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单位 这个地面上 就是这个面积上的所有人 全干死 听懂吗 不要同情他们 因为他们的坏人 懂了吧 当然了 咱们这个 咱们国家应该是想的 这个更周全 已经跟人家很多人说 你回来 只要你回来 坦白重婚 抗拒重演 你以前犯的罪 可以适当给你点情 有一部分人也回来了 但是有大部分还是没解救的 大部分人他没有罪 所以说咱们国家应该想的是 我的这个是比较激进的 但是我这个比较霸气 感觉是乐了吧 就是谁欺负我 马上打回去 我不再忍着点 我平常关着你 是不是 我开始先跟你说明 如果你在德河 必须展讨出根 懂不懂 勇决后患 给全世界一个威慑 一个震慑 敢欺负我 干死你 就这么简单 我这个方法是比较直接 比较霸气 但是咱们国家 应该想的比较周全 所以说 豪龙国家 还好 现在重视这个事的 估计过些日 就能有一个圆满的距离 咱们这个 关注 忠悟一代 优优独播剧场